我们先准备一个雪梨,将它的外皮给修掉 清洗干净,将两头给去掉 然后对半切开 再切成小份 然后将中间的盒给去掉 再给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将它放入盘中 往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然后将雪梨鸡蛋加入到料理剂里面 直接将它打成汁 打好的雪梨鸡蛋汁有270克 然后往里面加入4克的酵母 45克的白糖 用筷子将它们搅拌均匀 然后往里面加入高筋面粉350克 搅拌一下,搅成这种棉絮状 再加入玉米油20克 然后下手揉面 揉好的面团会非常的粘手 这个时候提起面团摔打5到6分钟左右 面团会越摔越光 然后将它收圆 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发酵一碗 长时间的冷藏发酵会使面团产生筋性 早上拿出来给它回温 这个时候的面团还是半发的状态 发酵好的面团能够看到体积明显的增大 大概有两到三倍大 手指沾上一点面粉 搓下去,不回缩 做发面食的时候 面团一定要发酵到位 我们取下一块看一下 这个时候就已经能够拉出薄膜了 在案板上面抹上一点食用油 将面团进行充分的排气 排好气之后将它分成小份 取一小份面团放在案板上面 用掌心给它滚圆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之后 再准备一个八寸的模具 往里面刷上一层薄油 再撒上一点椰蓉 没有的也可以不用撒 将面团摆进去 然后盖上保鲜膜 进行二次发酵 发酵好的面团能够看出来 体积明显增大 有模具的八到九分满的样子 轻轻地点一下 能够立马回弹 摸起来非常的柔软 再准备一个鸡蛋黄 给它均匀地涂抹上去 盖上保鲜膜 我用了两层 水开之后上笼 盖上盖子 中火蒸四十分钟 关火之后 焖五到六分钟 就可以开盖了 这样我们的雪梨面包 就做好了 看起来颜色就非常的诱人 然后我们给它脱膜 轻轻地按压一整圈 底部是满满的椰蓉 非常的松软 打开来看一下 柔软拉丝 面团的整个组织 非常的细腻 入口绵软香甜 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试着做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追求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是阿姨 拜拜 感谢大家的观看